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宣押力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昆旭 宣押力新一轮的疫苗接种已经开始 从周四起直到周六 再次可以与全国一百多个疫苗接种点 免登记预约时间接种第一针 第二针或者第三针疫苗 在周四以及周五下午的两点至六点之间 一直到周六的上午十点至下午六点之间 可以前来接种疫苗 并且可以有五种疫苗进行选择 儿童疫苗接种活动已介入第二天 批击为止的经验是有效的 医生没有遇到重大问题 或更严重的疫苗接种反应 五至十一岁儿童的父母 可以在77家医院或儿科医生处 登记接种疫苗 在第一轮中六万九千名儿童 有足够的疫苗接种 但新的供应正在不断抵达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 谢尔多比德在德黑兰表示 也同伊朗达成免疫证明 衰方认证协议 外长说 由此无论接种了任何类型 新冠病毒疫苗的医生压力公民 都可以自由进入伊朗 就此他补充到 期间为止 匈政府已于27个国家 签署了免疫证明的衰方认证协议 医生压力为伊朗提供了十万剂疫苗 以提高在当地驻留阿富汗人民的疫苗接种率 不仅是一名 而是有两名人犯 坐在于周一临时 在莫劳豪洛姆发生册翻的 非法运送难民的公共机车中 在事故当中 有七人死亡 其中六人是非法难民 另外一人是司机 也是塞尔维亚籍人犯 警方想要阻止并检查车辆 但司机依旧不停止 而是尝试淘宝 调查显示 这两名人犯最近在阿绍特 豪洛姆附近装载移民 想把他们带到奥地利 事故中另外一名幸存的人犯 被警方逮捕 迪拜世纪博来会的 医生压力展馆依旧很受欢迎 据医生压力旅游局称 到目前为止 已有超过三十万人参观了 医生压力展馆 在降临节期间 医生压力馆正在等待着那些 对一些新奇事物感兴趣的人前来 前花园提供的烟囱圈 唤起了节日的气氛 不仅在游客中很受欢迎 而且在附近经过的游客 也很喜爱 除了客人以外 还可以通过传统公益节目 来感受节日的气氛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医生压力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接受疫苗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